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邝敏孫 大家有否发现 近年香港很流行讲文化 百亿投放在做西九、荷里活到警察宿舍 甚至将警察宿舍变身成文化地标 文化发展除了硬件外 软件其实也很重要 否则很迁爱地一座一座很宏伟的音乐厅 劇院落成之后 没有演出又没有观众 搞来做什么 今天我请了朋友叶辉和大家谈文化 叶辉你好 你好 我想知道最近你出版了新的散文集 就是《最薄的黑、最厚的白》 你很喜欢将其他人的作品和自己的感受 交织成一些文章 好像写《世界杯》 你会用《爱白生》、邓若翰的语句 去表达对《世界杯》的感觉 在《世界杯》的过程中 你会有一些想象 想象地想起一些句子 其实看足球赛和读书 两样东西都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 将两样东西交织 明白 叶辉你自己写诗、小说、评论 做过一些文学杂志的编辑 又是报纸、文学副刊 在香港从事文学创作 你会不会有些时候觉得气馁 我觉得我一点都不会气馁 为什么呢 譬如我已经退休了 这些报纸这几年 流行写文化评论的稿 时事评论的稿 我会将一些我自己阅读到的文学 偷运在文章中 其实我也是用另一种形式 去介绍文学本身 你只是说文学 如果你说如何离开了本土 文学本身就是要先想起本土 你没有了本土的蜜烛 你说去全球化 或者你要透过如何翻译 那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我们如果喜欢音乐、文化、艺术、文字 这种价值 我们永远不能够 无论你写了一本小书 你一本诗集 你用了十年、二十年的心血 但你即时的影响力 你都不够遗基解密 去说一些领导人又如何如何 皮肤松弛老人 诸如此类 如果你只是看眼前的影响力 所有文化、艺术都不用做 一定吸不上 因为那样东西潜移默化 我们经常说潜移默化 就是在心里面 使敌人心这种力量 你要维持这种力量 我们既有看电视剧 我们又可以去看一些艺术的电影 我们又看一些流行的作品 但我们又去看一些 文学、文化的作品的时候 其实是每一个人本身的修养 并不是问我做了这件事 我们究竟拿回什么回报 如果你一定要用量化去做回报 你永远都会失望 你心灵的修养 你对文学、艺术那种爱 任何的东西都不可以交换 如果是用一些比较浅的一套想法的时候 你就不会去根根計較 我可以赚到多少钱 我有多少次演出的机会 有多少人认识我 不要用量化去衡量 你对自己文化艺术那种喜好 明白 我记得你曾经说过 在报纸办文化艺术版面 就像推沙的游戏 很经历一大轮的辛苦 聚合了一些人民气息 但一经过一个浪打过来 沙堆很多时经不起考验 是 是否这件事在反映香港这个商业社会 在从事文学创作里面 会很难在主流的媒体立足呢 其实我们以前看一份报纸的时候 我们看那个所谓副刊的版面 其实以前报纸出指一章的时代 面头是外国的国际新闻 底下可能有些港文 中间那两版就是副刊 那段时间 那些人把报纸摺了 放在库的后袋 到晚上回家又再看 因为那时一份报纸 可以看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虽然只有四版 后来现在一份报纸 它分了很多不同的部分 A B C D E 做过一个调查 就是大概我还在报馆做的时候 阅读一份报纸的时间 是由半个小时变了15分钟 大家一路揭揭完图片 用了15分钟看完就当作看了报纸 所以报纸本身越来越视觉化 越来越图像化的过程 本身报纸都要面临另外一个挑战 就是大家早上打开电脑 看完网络的新闻 我们乘地铁的时候 上级有一条自尊 我们看到新闻 头条骨那几句 我们在手机里面有些新闻 诸如此类 如果这样都代替了阅读的话 这个不仅是文学的危机 是报纸本身的危机 全球的报纸 其实都是要面对网络 和不同的影像文化 去面对这个困难 如何走出去以后 可能真的没有了报纸 正如很多人说 以后可能没有了书 就是电子书 用电子的方法去阅读的时候 可能是下一个世代的事 但是这个不是我们 应该今天去为明日的事情 去担忧的 在我自己来说 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 这个时刻里面 要紧守自己的岗位 你作为一个文字人 你是要尊重文字与独文字 但是如果长远来说 大家都没有办法去阻止这些事情的改变 多谢你 多谢你 多谢你